我們文化繪君上師向來很勃勃有勇氣 其實這幅畫我也很喜歡 那是我心中的第二名 在今天的這個展出的十幅畫作當中 它很多色彩堆疊著 我看到這幅畫的時候 其實有想到當代的藝術大師林峰眠的作品 就很圓潤的這種色澤那個筆觸 而且它的名字很討喜 一帆風順 所以您是希望透過畫作 讓大家覺得說看了畫作以後 大家會一帆風順嗎 是這樣子 這個畫這一幅畫的時候 有點這個潑墨的那種味道在裡面 那個潑墨呢 潑墨畫 講起來是這樣子 每一次我潑墨 就是讓那個墨自然給它畫上去 那麼它變成什麼形狀 那個時候啊 你在 拿到這個虛空中的這一種靈感 突然之間啊 一剎那之間啊 你就想應該要把它變成怎麼樣的畫 那個意義才要把它調出來 所以一個字啊 一個大字啊 一個大字啊 就在那裡掛著 那麼給它畫一隻這個小環船 那些色彩呢 就變成風 全部都是屬於風 那麼這個風呢 吹動了那一隻船 很迅速的能夠到達彼岸 你想去哪裡 你就去哪裡 就是很自由自在的 一副這個心靈的一種潑墨的 那個意境在裡面 所以這個顏色您有稍微想過嗎 因為我發現你有幾幅畫作 還滿喜歡用綠色 黃色 來做一個寫意的表現 是不是有什麼意涵呢 其實不管是黃色 綠色 或者任何一種顏色 它本身都可以象徵虛空 你看彩虹 本來是沒有 但是它顯出來了就是很多的顏色 陽光本來是沒有什麼顏色 但是畫家必須要把陽光的顏色畫出來 西空是沒有顏色的 只是一個藍色 但你不一定要用藍色 用任何一個顏色 你就可以代表著紅 因為你心裡所領受到的 一切 一個畫家呢 所有一切畫 一切顏色 都是你心的呈現出來 自然界裡面 在自然界裡面 雖然很多的東西不屬於這個顏色 但是你可以用任何一個顏色 來象徵那個時候的 你心靈上的本身的一個畫布 原來如此 是這樣 是一種很超越的感覺 所以所有的色彩全部都是紅 所以不管是綠色黃色 它其實都是代表你的情境 好嗎 好嗎 好嗎